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這個民主運動有這麼長時間 算起來30多年那個八九年開始到現在的話已經32年了 那個這個鬥爭的方式也是越來越變化 這個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說就像那個我們的那個時代 時代革命的香港時代革命的這個片子裡面的主人公也說 就是我們大人沒有做什麼沒有為了孩子沒做什麼了 但是我好像這個話是好像跟我說的話一樣的 現在的我的心情是這樣子的所以一直考慮應該怎麼做好 然後前年1903年吧 我還要去大陸拍那個709的妻子們 就是那時候也去了那個大白天 對對對對對那個時候和其中一個人一起去看書所 然後就去看看但是沒有實現那個面試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也那些妻子們很拼命的要那個活動 就是那其中幾個人回來了 但是也精神也不是很好想像的到裡面會有發生什麼事 我好難過的還有很多人還沒回來 不知道在哪裡呢 還有幾個我的朋友那個姜丁永律師啊 那個他們也不能容易見面的這個狀況 那這幾年真的我有很多很多的很多是拍不成了 所以我香港這個事情是我覺得不讓世界忘記的一個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我的很好的朋友就是在日本做教授的 他也是那個要活動盡量要接受香港旅遊玩到日本 但是日本的這個法律是很嚴格 就到現在也很少接受那個難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媒體的作用是還有一點力量 我相信如此 所以就是那個拍攝是一個力量 嗯很小的很一點點的力量 但是為了我的朋友 然後還不了解的人知道的一個我的一個責任 但是很多做不到的 嗯 以後我希望和你一起做 然後就 嗯 很多 要要做 還 排不成的東西 還還不 的 我想要實現 嗯 我非常同意愛講剛剛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它能夠發揮的效果有多大 但是我們要讓世界不要讓世界忘記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時間它真的是真相 跟歷史最大的殺手 其實如果我們沒有把很多的事情把它真相把它留下來 那些歷史的碎片把它留下來 透過時間的更迭很多時候 我們以後都忘了這件事情是什麼 比如說像在之前 有許多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交換生 他們念研究所 我問他知不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甚至我說那你們曾經那個劉曉波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劉曉波 你就可以知道說那些時間跟那些那些真相 如果我們被留下來沒有被流傳下去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很多都會被遺忘掉 被世界遺忘掉 所以我非常認同你的說法 那我想我們剛剛提到這麼多 我想說冯老師或者是張老師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提問 我們想要跟愛講來做一些交流 對 有嗎 那現場有沒有朋友想要跟愛講來做一些交流 或者是說對於這些不管是中國 因為剛愛講有提到說他其實他也在拍 709那個維權律師大逮捕 然後尤其是像張天勇律師的狀況 他也都一直在在追蹤 我不知道說其他的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樣的的提問 可以繼續來跟我們大家一起做討論 好不好 有嗎 現在這個美國東環是凌晨3點46分 可能就帶些人比較熟 哈哈哈 辛苦了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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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来讲 像有时候我自己在拍片的时候 遇到很多人 比如说像2019年的时候 有一些反送中的年轻朋友 他们来到台湾 因为台湾其实那时候 有一些民间的团体 然后因为他们都有创伤 然后比如说身上大概都有一些伤 比如说他吸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催泪弹等等 然后他们甚至常常就会咳咸 然后他们来到台湾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都还是会做噩梦 那他们常常 我当时候常问他说 那我们可以帮你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其实也蛮难过的 真的我个人也没办法去香港 跟他们站在第一线 因为我从2017年开始 就不能进到香港了 香港政府不让我入境 然后呢 他们都跟我讲说 你台湾一定要守住 台湾一定不能被共产党赤化 这样子香港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当时候是这样讲 因为当时候其实国安法 还没有施行 可是我想说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也许你可能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说那我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 除了拍片之外 那你跟他们相处 你近距离的观察 他们对于未来这件事情 还有期待吗 比如说像我自己在香港 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比如说他念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然后呢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常常讲说 他是没有希望的下一代 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 第一个 我每一天很认真的工作 结果我的 所赚的钱 几乎全部都要负在 所谓的房子 租房子跟吃饭的那个身上 所以其他所剩无几了 比如说他住在 那个九龙城附近 九龙堂附近 就是那个城市大学那边 然后他说他一个月的 一个小小的大概一坪 一坪多左右的那个房间 一个月要5000块港币 就5000块港币很小 然后他说扣掉 他的收入其实就几乎没有什么了 所以他对于未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没有 真的他觉得没有未来 讲一讲他就哭了 所以你对于 进去你观察这些 比如说那个四个大学生的 学生记者 他们对于未来的香港 有没有什么浪漫的想象 这件事情 他们想象香港应该是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采访当中 绝望的还是挺多 其实是有这个绝望 这个词是出来 其实很多很多的 然后其中一个游戏队的一个男生 他的将来的梦想是做教师 做老师 但是他有他的理想 他是公义 正义 那个美德 要交给孩子们 这是他的那个理想 但是他已经参加过游戏 还没有被抓住 我们拍摄也都多 但是 我觉得 一个可以做老师 也是现在的香港的话很难 因为 如果自己的想法 交给孩子 那孩子可能回家之后 和父母说 如果父母 觉得不太对 那可能责怪老师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老师也是 那个无缘的被控制的 这种状况 那个已经开始了 其实是 因为这个时代革命 那个是学生的一个 学生和学生的关系来发出来 然后就这个道理是从哪里过来 很多父母想就是老师交给他们 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很多学生当中和父母系乱丝 那个正式牌 这只是幻丝 所以家里是非常的分裂 隔壁 连说话都没有这样子的家庭 其实很多的 然后不少家庭就是经济分锁 就是不给小朋友那个钱 然后不能在外面随便 随便上街思维 所以就这样的方式也来过 然后这样子的话 那个孩子是没办法考虑的吗 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老师也是不能随便讲话 因为2015年的时候 在大陆国内也开始那个 那个国安法 就是不是开始 就是改良再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很多词不难用 就是民族啊 或者有很多很多词 就在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不难用了 那这样的方式直接运用过到香港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我是2010年 2010年 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吧 第一次拍那个香港的片子 就是那个反对那个教科书里面的那些 我叫反国教 对对对 不好意思忘记了 那个是我公司里面的一个年轻表演去拍了 那个时候就是小学里面就把那个国旗 怎么养 养国旗的方式 然后那个时候访问那个小学的校长 他说如果那个用这个课程就是怎么样反一样 那个国旗 这些接受这个教育的话 就可以给你补贴金 保证金 就是钱的问题 所以比较那个生活不 但条件不好的地区的学校 是接受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做法 然后就收到补贴金 那个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是拒绝 所以就这样的那个学生里面的距离也慢慢的会有慢慢的大 我觉得 然后过了十年之后还是就是理解的孩子是还是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老师也比较优秀 很优秀的老师这样子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离开香港 去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有些拍摄的采访过的那个艺人 也是去英国或者是澳大利亚那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 很担心就是留下来的人的那个压力也很大 然后同时容易控制 因为从小就已经十多年了 就是条件不是很好的孩子们的学校已经开始控制了 接受蝴蝶金 然后接受这种那个教育 那些人留下了 然后就接受那个民主的比较开放的想法的人去国外 这样留下来之后容易控制 所以这个是这个顺患是 就是可能生活是会稳定 但是自由的想法 自由的一个香港 就是培养出来的一个 这个城市的魅力 然后好的条件是越来越没有了 这个是可能年轻人会已经很知道 非常地了解这一点 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学生经常说绝望 有这个词来用 但是几个孩子几个学生说 如果那个疫情过去了 我们还要去想 这也是有点担心的一点 对 所以学生是真的是一个宝石 但是这个宝石 这个这么重要的宝石怎么弄 是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责任 我觉得 的确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过往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国民党当时候在控制台湾 其实人之所以会被控制 是因为你被恐惧 恐惧才会被控制 那我们面对恐惧 大概你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克服恐惧 一个就是绝望 另外一个是希望 你绝望就说我完全都没有任何希望了 我无所谓了 怎么样都无所谓 你就不怕恐惧了 那另外一个是希望 但是我们看到香港在2019的反送中里面 其实是有的人是绝望里面产生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香港的比如说Bewater 没有大台的那样的一个抗争 对那让大家全世界看到说 哇原来这样的一个抗争的形态 是改变了我们大概从来 在台湾以前都没有看过 透过网路时代的串联的那些 跟流水一样的那些抗争 我们曾经都以为 大家都以为它可以持续很久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后来疫情 就是那个COVID-19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再上街 整个就中断了 所以刚刚爱讲有提到说 像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现在都还在蓄积那个能量 然后一旦疫情比较缓和了 有机会他们还是要来出来 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心声 我也觉得说 其实我对香港人在这样的一个 目前很令人绝望的环境之下 很多人还是不放弃希望 这个部分坦白说连我们在台湾 我们都觉得非常感配 甚至在之前有很多的香港朋友 常常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就讲说 我好羡慕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现在有民主自由 是因为之前在民主的运动里面 有些人奉献了他的生命 付出了他的青春 所以才得到了现在台湾的民主 然后反而他们讲说 因为香港就是在那个运动过程当中 没有死过人 所以才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 但是后来这句话 我们看到2019年的反送中 我们每次看到都非常的想哭 因为在这个过程牺牲掉多少的人 结果他们是什么都没有换到 什么都没有争取到 那当然这个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难过 跟不舍 最近我看了台湾作家 龙英台女士的书 1949 我看的是翻译 特别的被打击了 那个是 历史是肯定是这个一个地方的背景 台湾当然是有日本长近50年的印象 那么香港也是英国的那个影响很大 但是六五十年代也有反动那个时间 所以有一些禁止牌的人说 就是你们不知道英国时代 英国时代什么好什么不好 你们都不知道 然后拿着英国旗去接上斯威斯 好丢脸 这样讲了 但是我这个历史的背景 是很难理解 因为没有独立过 也没有属于一个地方的国家的一部分 也没有台湾是很特别 也是自己统领自己的 也是已经很有民主化的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那么香港我觉得独立也很难 因为很多条件里面也很难 然后我这个片子里面也问过 这个开始时期的那个主人公 其实97年已经回归了 就是回归中国了 就是条件是有的 但是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条件之下 是怎么样反对下去 我问他这样 然后他说先把那个一国两制放下去 就说道理 他说那个成立香港的时候 中国在哪里 还没有 那说回归回归 回归哪里 你是谁呀 这样回答了 这个片子里面也这么回答 就是这是那天的时候是那个施展是才50分钟 所以就就卡不掉了 但是这个片子里面 这次又插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理解香港人的对 怎么说历史 然后现在自己立场的理解 就是 对 所以就是 我也经常想中国和中共是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 我的朋友是真的很好 我他们帮助过我很多很多 然后我做成我这个人格是中国人影响很大很大 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的华人吧 我觉得 我想我 华人的一种美德就是一个正义感 成为权势的人也自己说 肯定要主战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羡慕的 一个华人的一个美德吧 日本的就是要看别人 然后就是跟别人的距离 还是保持距离的一种习惯 就是说我们有话说 连亲戚朋友也需要礼节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保持距离 就是不能插进私音别人的生活 不能插嘴 所以主战也是 如果别人偏麻烦的话 就不说 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犹豫 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犹豫了 华人是我觉得 这个犹豫是很少很少 自己想要帮助 那就错 这样的是 我觉得香港人也是这样 台湾人当然了 所以这种美德 是如果中国民主化的话 可能这个世界肯定会好的 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所以 所以 说是香港人 怎么怎么地方的人 但是 这个历史背景 还有这个 这个一点考虑的话 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过去 日本也是 这个 现在这个状况的原因之一 肯定是的 那么 所以我每次都拍摄的时候 自己的立场 特别是东亚的时候 还是我是日本人的立场 应该怎么说 怎么看 然后 也我不能负过去的责任 但是今后 这个训建的责任 是我应该有的 所以 怎么说 那个 排摄 这个香港 这个题目 是一个 对我来讲 是 是一个责任 我也 我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 那个梁日明 就是开车四季 我们的主人公 也说了 那个 我们大人 能做什么 就是 不然是我说的乱叫做 其实 从2014年的 雨伞革命 到2019年的 反送中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大的 不一样 是我2014年 在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 很少人在谈 所谓的本土的 比如说像是 那些所谓的 港独 很少人谈 似乎多 可是你 后来你看到了 2019年 那个时候 大量的 比如说 那些所谓的 港独的那些 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没有办法 接受的 言论 陆陆续续 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雨伞失败的原因 其实我 好好的跟你谈 你根本不理我 所以 他们在那个光谱里面 他们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极端的光谱 比如说在港独那块 然后 迫使 能够跟香港 甚至在跟中国政府 有更多的谈判的筹码 当时候 他是这样想 可是没有想到说 其实是 中国共产党 就是那么的霸道 然后他根本就完全 不理你 然后就直接 甚至你的那个议员 都可以就直接 中国人大代表 就可以把你的那些 比如说立法会的议员 就直接把你拔掉 你的那个资格 把你DQ掉 我觉得那是很荒谬的 在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他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在中国 什么样的事情 都可以发生 所以我自己看到台湾的民主化过程 比如说台湾的 比如说很多的海外独立运动 当年台湾也很多的 所谓的黑名单 国民党 独裁专政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海外 在日本 在美国 然后就有那些 比如说海外的独立运动 他们不断的透过海外 透过很多这种方式 然后在倡导 独立的运动 我看香港 现在也是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流亡到海外去 他们也是不断的 再去宣扬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 他们是跟台湾 有点相像 但是又不一样的部分 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敌人 因为香港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有人讲说 那我租借给香港 那我当时候你中国共产党 根本还没有见证 那为什么要还给你 应该还给大清帝国才对 等等之类的 他们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的确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香港就是这样子 它跟台湾状况又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它没有在台湾有一天统治过 这个状况又不一样 而香港又比较不一样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相信香港将来的一些 海外的一些民主运动 独立运动 他们也会很辛苦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大一样 比如说像现在中国 又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所以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要在那个缝隙里面 找到一些可能性 可能也许都要从所谓的地缘政治 去着手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在德国 在很多地方 在英国哪里 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甚至在美国 他们开始去做大量的游说 这些事情 让更多人了解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香港 可能也许如果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 他们也想说 但中国共产党垮台了 我们可以怎么做了 那当然如果我讲说 中国共产党有一天一定会垮台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我只要讲这句话 我到中国的领土里面 澳门香港 我可能就会被抓了 就跟那个李明哲一样 我们的李明哲 他只是讲了一个说 啊